每年10月到11月 就是各家百货周年庆大战的厮杀时间 光是双北就有25家业者先后登场抢前 除了折扣站 内部动线也刻意规划 方便疏散人流的方向 还有加码举办主题活动 加倍拉拢人潮 除此之外 商品更是业者的着力重点 我们在周年庆前四个月开始 我们就开始做选品动作 那这一次的选品我们更严谨 我们几乎做了六次的选品 光是选品就花了将近半年 这一次搜狗周年庆最大心法就是商品力 从上半年各大业种销售状况为准 来去推断各类商品的买气好坏 再去细分卖法 潮流景气都得考虑 新光三月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增加DM配送的回应率 众人各出其招 但却一致的都将今年的成长预估值 只设保守的百分之一 不会像以前买那么多 我以前都是很多 就是整个买得很重 都没有办法带回家 因为有时候会在网路上会先买 或多或少也受到了所谓的电商的影响 又或者是说消费者在这个 所谓的中年庆的这样操作手法上面的疲累感 也就是觉得过于习惯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在周年庆才买得到 只是费尽心思抢生意 以往的薪金招数 今年却赚得更吃力 过去在党期间 动辄可以有百分之二到三的成长幅度 现在两大龙头受到景气 跟股市下跌的影响 纷纷下收到百分之一 再加上电商分时消费大饼 占全年四分之一营收的周年庆 竟成了越赚越少的金西木 三立新闻中处的代词会台北报道